今天是母亲节 我们有一个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图画 觉得好可爱 那个灯关掉 我们可以看几张图画 他说母鱼子太可爱了 真的你看了以后你真的会觉得 母亲伟大 这就是上帝创造所给我的 一个最自然的 太奇妙的创造了 全是最美丽的图画就在这边 怎么会自然一个小象会这样子 然后这只狗会拉着妈妈的脚 这个样子 就是这么的可爱 然后老虎会用舌头去舔自己的 然后这只 我上个堂说羊不是啦 这是袋鼠啦 会抱着自己的小孩 那样动物会自然 你看好玩吗 这只猫怎么会跟着妈妈一样 这样躺着睡的呢 是谁教它的 它一定看妈妈这样睡它也 小孩就是这么 一排在做呢 好可爱 有没有看 这里面怎么那么多只脚啊 等一下 就躲在妈妈的翅膀下面 妈妈就把这孩子抱起来 这只是好像小松子 刚刚出生的 好可爱 好可爱 那我觉得这幅 那个小路 那个妈妈 那个场景路很高 她要来弯件来地头碰这个小路 只有母子 母女会有这种自然 好可爱 在里面 那这只小猴子 这也很有意思 两只狼狮子 小狮子 感谢主 要不要觉得 这谁教他们呢 上帝 把一个人类最伟大的 创造一个爱 就是因为有这个母子 母女的爱 这个世界才得延续 这个世界才变得不一样 好请开灯 有一篇文章就叫做 妈妈的手 一名成绩非常优秀的年轻人 大学毕业后 就去申请一个大公司的经理的职位 他们通过了第一阶段的考试 然后最后董事长要做最后的面试 做最后的决定 这个董事长从这个年轻人的履历表发现 这个年轻人成绩非常好 所以从中学一贯没有间断 一直读到研究所毕业 从来没有间断过 所以董事长问他说 你从来没有间断过 那你是在学校拿奖学金吗 这个年轻人说没有 董事长说 那是你父亲为你付学费 给供应你上学吗 这个年轻人说 不是我的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是我的母亲给我付的学费 董事长就问他说 那你母亲在哪一家公司高救了 年轻人说没有 我的母亲是给人家洗衣服 那董事长就要求年轻人 把他的手伸给他 这个年轻人就把一双洁白的手伸给董事长 这个董事长看了他的手之后 就对他说 你有帮过妈妈洗衣服吗 年轻人说从来没有 我的妈妈总是要我多读书 而且再说我妈妈洗衣服比我快多了 董事长就说我有个要求 今天回家帮你的妈妈洗一次手 今天回家帮你妈妈洗一次手 昨天我在学生认识讲到 讲到这里 我就说每一个年轻人 每一个孩子 今天回去都要给妈妈洗手 都要帮妈妈洗手 看到那些孩子一脸就赶快躲啊 妈妈为你洗过多少手 为什么不能替妈妈洗一次手呢 今天你们 昨天在学生上规定他们都要做 今天你们都是大人的 牧师不好意思讲了 如果可以 回去帮妈妈洗一次手 做丈夫的 给太太洗个脚吧 董事长说 给妈妈洗一次手 明天早上你再来见我 这个年轻人很高兴地回家后 就要给妈妈洗手 妈妈受宠若惊地把手伸给孩子 这个年轻人就给妈妈洗手 洗着洗着 他的眼泪就掉下来 因为他第一次发现 把妈妈的手 曾经也是那么的秀美 但是 现在 都是老紧 伤口 碰到水 还会痛得发抖 今年第一次体会到 母亲就是每一天 用这一双 有伤口的手 洗衣服 为她付学贝 母亲这双手 就是她今天毕业的代价 这个年轻人给妈妈洗完手之后 一声不响的 就把妈妈剩下的 要洗的衣服都洗了 当天晚上 母亲跟孩子 聊了很久很久 想到这边 我也跟学生说 这个礼拜 你要回去做一件事 要跟妈妈聊 很久很久 不管你 你觉得很久是多久 但是就是要你觉得聊了 很久很久 而且我规定他们 下个礼拜 小组时间 第一条分享题目就是 上个礼拜你跟妈妈聊了 多久 聊了很久是聊了多久 你们聊什么 一样的 跟孩子可以要求他们 告诉他们 今天你们都是大人了 牧师不好意思说 你们要跟妈妈聊 很久很久 这事好不好 如果你还没有打电话 回家给妈妈 如果你还没有回去看妈妈 这个礼拜 打个电话回去 今天回家 下午打个电话给妈妈 这个礼拜跟妈妈聊 很久很久 我相信妈妈会很高兴 妈妈会吓一跳 你是不是要跟我借钱了 怎么聊那么久 第二天早上 那个年轻人去见董事长 董事长看着年轻人就问他说 可以告诉我 你昨天回家做了什么事吗 这个年轻人回答说 我给妈妈洗完手之后 我帮妈妈把剩下的衣服都洗了 董事长说 那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感想 这个年轻人说 第一 我懂得了感恩 我没有母亲 我不可能有经历 我懂得感恩 我想每一位做儿女的 我们都要懂得感恩 没有妈妈 不可能有经历 没有完美的人 或许我们的父母曾经有过伤害过我们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妈妈十月怀胎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妈妈如羊长大 没有一个例外 我们都是妈妈怀胎 妈妈付出 妈妈如羊长大 十年 二十年 为我们无怨无悔的付出 所以我们要懂得感恩 没有母亲 我们不可能有今天 第二 我懂得要去和母亲一起劳股 才会知道母亲的辛苦 要懂得 每一位做母亲的 要让你的孩子参与你做的事情 孩子才会体会 才会了解 才会懂得感恩 昨天我们另外一位童工东东 他也是分享了一封给妈妈的信 他讲到他现在自己有了一个十个月的女孩 他说自己养着女孩子 他说过去这十个月 女儿生次两次生日比较重的病 在照顾女儿生病的时候 他说有时候就是 女儿咳为了被她拍背 半夜要给她拍一个小时 有时候刚刚喂奶 女儿一咳就整个奶都吐到什么 全部吐光光 然后要给她重新洗澡 床要重新铺 再搞过 他说有时候一个晚上就这样搞过去 就是一个晚上 他说自己照顾女儿两次生病 真的是好难 好难 很不容易地过 他说原来妈妈就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那么难过的 那么不好容易地带把我带大 他说自己做了父母 才体会做母亲养育儿你的不容易 是我们要懂得跟母亲一起劳苦 才会知道体会母亲的辛苦 第三 我懂得了家庭亲情的可贵 我跟那些孩子讲 的确你的朋友很酷 蛮有趣的 你们很喜欢在一起 但是我告诉他们 你的朋友没有为你牺牲过什么 是他们很酷 很好玩 很有趣 跟你很喜欢跟他们在一起 可是你的朋友没有为你做过什么 而是你的母亲无怨无悔地为你牺牲十年 二十年的养育培育你 为你付出一切 这个世界只有父母 只有父母会为我们这样 不计较地付出再付出再付出 只有父母 只有家人 所以我们要懂得家人亲情的可贵 所以感谢主 这位年轻人 有了这样的回应 董事长听完之后 他说你被录取了 他说我就是要录取一个会感恩 会体会别人辛苦 而不是把金钱名利 当作人生第一目标的人 所以我想提醒每位父母 你要让你的儿女懂得感恩 这个文章其实他在讲的是 他是提醒 他说假如一个孩子从小娇生惯养 习惯被人围着宠着 什么都是我第一 父母的辛苦都不知道 上班以后也会以为 同事都应该听他的 做了主管 他也不会去体会 下属面下属的辛苦 还会要怨天尤人 他说这样的人 可能会有好的学校成绩 会有得意风光的意识 但是他说社会上的这一类人 都不能成大事 也都不会感觉到幸福 都要跌跟斗的 是做父母的 所以他劝勉他说 做父母你要注意 不要以为这样是爱孩子 这是害了你的孩子 劝勉每一位父母 你要让儿女懂得感恩 要儿女懂得父母的辛劳 这样的孩子 你不要说只要你好好读书 好好读书 这样的人可以成功一时 但是不会有大成就的 而且他也不会感到幸福 而只有懂得感恩的人 他才会感觉到幸福 快乐 所以他提醒我们当中做父母 你可以让你的孩子住大房子 吃大餐 学钢琴这些都好 可是当他劳动的时候 你要让他孩子 也要在太阳底下劳动 要参与在你家的工作的里面 在你的厨房里 让他孩子洗碗 我们当中的父母 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洗过碗 求求你 我跪下来求你 让他们洗碗吧 你知道我们有个孩子 我们带着他们出去 参加我们儿童的活动去 你知道那个父母妈宝 盯着他打电话 问孩子怎么样的 有的孩子你知道东西吗 在野外里面 催里面 他从来没有 掉在地上的东西 他就不敢再拿 叫他袜子脱下来 他说会脏 他在泥巴上会脏一下 会怎么样 不要让你的孩子变成这样 以后他在社会上 他活不下去 不会活 要让你的孩子受挫折 要让你的孩子 经历真实人生 让你的孩子才能健康长大 不要太保护他 现在的孩子不缺这些 你知道吗 要训练他 真正的爱他 陪伴他 带领他 训练他 你才会是真正的爱你的孩子 每一位妈妈的手 是最伟大的手 所以丘吉尔说 主宰国家命运的 不在总统府中的这批人 而是在摇篮旁边的这双手 这双手 他引用了真言上面一段话 他说他的儿女 要起来称他有福 他的丈夫也要称赞他 祝福每一位母亲 你的儿女要起来称你有福 你的丈夫也要称赞你 最后我们要来看 一个圣经里面的母亲 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圣经 一起来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拿笔和一皮带水给了下甲 搭在他的肩上 又把孩子交给他 打发他走 下甲就走了 在别四八的旷野走迷了路 皮带的水用尽了 下甲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 自己走开约有一见之愿 相对而坐说 我不能见孩子死 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 神听见童子的声音 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下甲说 下甲你为何这样呢 不要害怕 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了 起来把童子抱在怀中 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 那这段故事是讲到 亚伯拉罕的妾下甲的故事 当沙拉生了以撒以后 就容不下下甲 跟他的儿子以示玛丽就要把他们赶走 这是这段的故事的发生 当然这是一个家庭的悲剧 一个破碎家庭的问题 而我们知道当家庭破碎的时候 受害者往往是女性或母亲 做母亲的 看见孩子生死 如同自己的生死 忍痛承担牺牲 下甲说我不忍看我儿子死 这是每一位母亲遇到困境时的感受 什么是母亲 什么是母爱 母亲是孕育孩子生命的那个女人 因此女人母子关系是生命连结的关系 创世纪这里说到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哪一块饼盒一袋水给了下甲 搭在他肩上 又把孩子交给他 就打把他走了 所以弟兄姊妹男人要悔改 男人自己做的事情 就这样就把一个女人打发走了 难怪会有这么多受伤的女人 为什么会有女权主义起来 就是因为男人错待女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受伤的儿女 因为这个 因为有不负责任的爸爸跟男人 所以让很多的孩子受害 会扭曲心里 变成了扭曲 男人 不要再做这种事情 那吴如河这句话里面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 把一袋饼一袋水交给下甲 就把孩子放在下甲的肩上 这句话蕴含着母亲的命运跟责任 一个女人一旦生了孩子 就会要把孩子扛在肩上 把孩子背在身上去走他人生的道路 出奇事把孩子怀在怀里 来孕育他的生命 出了母胎 就把他背在肩上 照顾他一辈一生 他把孩子一切的事都放在心里 挂念他的学业 事业 婚姻 甚至起居 因为母亲说 小的时候是劳力 大的一点是开始劳心 不晓得要劳心到什么时候 圣经记载 下甲迷了木 水用尽了 就把孩子放在一棵树下 说我不能见孩子死 就相对而坐 我放生大哭 这就是一个母亲的心 自己是走投无路了 但是心中不忍的 心中最不忍的 心中最苦的 不是自己 而是孩子 这就是母亲 感谢主 故事不是到此结束 所以就能够感谢主 世界会有苦难 但感谢主我们有上帝 感谢主 这个故事是人间的悲剧 是男人犯的错 但是感谢主每一位姊妹 还好我们有上帝 故事没有到此 有了上帝 故事就不会结束在悲剧里面 上帝听见童子的声音 神的使者从天上呼叫 夏甲说 夏甲 你为什么这样呢 不要害怕 神已经听见了童子的声音 我们当中 或许有一些姐妹 你是在一个困难的家庭里 甚至有人 你在一个破碎的婚姻里 人会离开你 人会伤害你 但是上帝 永远 站在你的身边 当你觉得 没有路走的时候 当你觉得害怕的时候 上帝对你说 不要害怕 今天我们当中的母亲 无论你现在遭遇的是什么 上帝今天对你说 不要害怕 母亲们 不要上次死亡 记得 神永远站在你这边 祂不但听到孩子的哭声 祂知道你的痛苦 祂还要为你开路 所以祂说 起来 把童子抱在怀中 我必使祂的后裔成为大国 接下去 上帝就是夏甲的眼睛迷亮 祂就看见了一口水井 弟兄姊妹 上帝在神那里 必有为你预备的一口水井 上帝不但 要替你解决困难 而且祂要祝福你 赏赐你 在你觉得没有路可走的时候 上帝会叫你的眼睛忽然明亮起来 你就会看到一口水井 这是上帝给每一位母亲的赏赐 这是上帝给你每一位母亲的应许跟保证 今天神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位母亲说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不管你的父亲 每一位女性 子妹妹妹 不管你的父亲能不能保护你 或你的父亲在不在 也不管你的丈夫对你如何 但是上帝今天都对你说 不要害怕 因为你们有一位天上的父 他必眷顾你 子妹妹 你的命运 你的幸福 你的丰盛 都在上帝那里 上帝说 你不要害怕 有了上帝这句话 就足够让我们力量 继续地往前走 上帝 必会赐你一口井 上帝也必会安慰你的心 上帝必赐福 你所耕育 你所养育 允育的 神要让你的儿女 起来称你有福 上帝必赐福你的孩子 成为大国 上帝必要安慰你的心 圆生赐福我们每一位母亲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这课让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 每一位姊妹 不管你是母亲 或者是 为了做人的妻子 或 今天 上帝要对你说 不要害怕 你生命的每一个遭遇 上帝都知道 上帝必 保护你 他也必收纳你每一个眼泪 姊妹们 谢谢你们的付出 谢谢你对每一个男人的宽容 因为你 才有了我们 不管 男人或好或坏 上帝都会恩待你 你只要有神 神总会为你预备一口井 你所付出的每一个 上帝一定会给你 有所回报 在神的里面 我们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好的丈夫 因为你的包容 你的 无怨无悔 你会让我们男人 会成为一个越来越好的爸爸 也会让我们 在社会上 越来越成为 卓越的精英 因为你 闷得不离不弃 你还在那陪伴 给了我们男人 有了勇气 也有了机会 我们能够改变自己 让自己 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好 上帝必恩待你 我要对弟兄说 弟兄啊 要珍惜你的妻子 因为她比你软弱 虽然儿女是母亲的安慰 但我还是要告诉你 对每一个女人来说 丈夫才是她最大的安慰 你要爱她 呵护她 因为她比你软弱 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这个女人 她是你孩子的妈 她是你的妻子 她是上帝 赐给你同本天路 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那一位 你要爱她 尊容她 让她做一个快乐的妈妈 让她做一个快乐的妻子 让她成为一个有尊容的母亲 主我们感谢你 今天我们都来到你面前 谢谢我们的母亲 谢谢我们的妻子 感谢主 所以我们为每一位祷告 你祝福他们 主我们做不到的 我们不缺乏的 上帝求你情之报答 你必给每一位妈妈 给她一口井 当她人生绝望 没有路走的时候 你让她眼睛明亮 在你那里永远有盼望 在你那里永远有一条路 你也必会恩待她 让她手中所摘中的 让她的儿女要起来 称她有福 你要是 她的后裔成为大国 让妈妈 看见儿女 心里都得到安慰 得到尊容 谢谢我们的主 我们感谢你 因为有上帝 人间有爱 每一个女人 每一位姿妹 都有盼望 都有力量 也都必有奖赏 谢谢我们的主 好不好 我们主要站起来 接受上帝的祝福 但愿我主耶稣就恩惠 天不得慈爱 圣灵的交通感动 常与我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 拜托荣耀 贵给我们主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